一天一章跟Pastor Lily一起读创世纪 爱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1章 上帝将约瑟高级为埃及忠臣 第一节过了两年法老做梦 而且一下就做了两个 第八节他找遍了全国术士和智慧人都不得解 埃及人相信梦是神明的启示 而法老的梦是神给国家的启示 所以当法老不解其意的时候就心里不安 第九节在王身边的九证突然想起约瑟来 于是十四节法老遂计差人去招约瑟 15到32节是约瑟为法老解梦的过程 约瑟在此过程当中先后四次提到这梦是神的启示 15到16节当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 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法老看的是人有解梦的能力 但是约瑟却把焦点转移到神 法老向约瑟讲述了他所做的两个梦 25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神已将所要的事指示给法老了 然后就讲解这个梦的内容代表了七个疯年和七个荒年 28节约瑟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 神已将所要的事显明给法老了 接下来他就讲解这个梦预示着埃及将会有七个疯年和七个灾年 32节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 是因神命定这事并且必速速成就 埃及是以这个畜牧和农耕为主要经济支柱的 而这两个梦就分别代表着畜牧和农耕 33到36节约瑟为法老提出来解决办法 让法老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 派他来治理埃及地 37到45节就是法老任命约瑟为治理全埃及的重臣 38到40法老见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就知道是神将这事都歧视他 于是就派约瑟为治理全埃的重臣 41到40节就是约瑟的旧治理 他包括了正式的委任 法老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埃 而且还给他代表这个权柄的物件 包括有法老手上打印用的戒指 戏麻衣金链 法老的付车以及全民跪拜的礼遇 并且以法老的名义正式授权给约瑟 45节法老赐给约瑟一个埃及的名字 并且赐婚埃及的祭祀之女给约瑟为妻 如此做就是为了要去除她是一个外邦奴隶的身份 给她合法的埃及贵族的身份 然而注意第50到52节 约瑟为他的两个儿子取名的时候 取了希伯来的名字 长子玛拿西是纪念神使他忘记一切困苦 次子以法连是纪念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畅生 所以约瑟虽然有埃及的名字和荣耀 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的神 接下来约瑟按神赐给他的智慧 在丰年积蓄粮食 在荒年开仓 那个字念跳 跳粮就是卖粮 然后各地的人都来埃及 敌粮就是买粮 所以一个字念跳 一个字念敌 46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 大家如果还记得37章说约瑟被卖的时候 这个17岁 也就是说上帝用了13年的时间 把在父亲宠爱庇护下的 少不更事心无诚服的少年 磨练打磨成为一个更深依靠上帝的 成熟缜密的治国之才 他几次跌入极深的低谷 但上帝与他同在 扶持操练他 以至于约瑟无论在低谷还是在高山 都不离开神 给大家两点灵修的亮光 第一 约瑟在各种的处境当中 都以上帝为他的中心 以至于行事为人都高举神 成为神美好的见证 那么你又是如何见证神的呢 第二 请你结合自己的经历来默想 神做事有定时 愿主借着他的话赐福给您